這堂課示範的是畫貓 那我們以貓的頭部臉部表情為主 一開始先把五官外輪廓先定出來 注意一下每個地方的比例關係 像是眼睛的大小與鼻子的大小 臉的正面與側面 這張的話它的顏色比較少 主要以灰色與咖啡色系為主色調 在耳朵與鼻子的部分 毛色較為稀疏 所以呈現出膚色透血色的橘色調 在背景的部分 可以選擇自己喜愛的顏色 襯托出物體 讓整個明暗比較明顯 一開始先上底色 大概的分出顏色 再來慢慢加量 將一些深色調 縮小它的範圍 每個地方 越畫越小塊 越來越細 那畫的方式 比較偏向於整體的畫法 每個區域的進度 包含背景 在畫的過程中 它的進度都差不多 白色的鬍鬚 可以用畫刀去刮出 淺色白畫布的效果 在後面修飾的階段 一直在做微調 一點點斜度的變化 一點點斜度的變化 長度 深度 亮度 仔細的去觀察 找出它的不同的地方 做調整 在畫面的處理 大多照著照片在進行 只有在背景的部分 增加了一些筆觸 快面的效果 也改變了色彩 來 以寫實 帶有一些筆觸 來表現 靜由不斷的修飾 調整 讓形體 越來越接近 我們所看到的樣子 在畫的過程 也是在訓練 我們的觀察力 對於色彩 明暗的敏銳度 眼睛的部分 將看到的色彩 像是眼白 帶有一點米黃偏綠 眼球 瞳孔 較深的部分 做出來 最後在點上 眼睛的亮點 就可以表現出 眼睛 光滑的樣子 相比 一千秒 一千秒 三千秒 雙 一千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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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千秒 一千秒 一千秒 又再到 一千秒 一千秒 一些中塊面裡面 還有一些小塊面的變化 慢慢加強對比 越來越亮 這邊用畫刀 可以將顏料 往下刮出漸層 每個地方要畫到多細緻 主要在於畫者 想要畫到什麼程度 可以有比較精細的表現方式 也可以做較寫意的 大塊面的 或者是其他的繪畫表現手法 那寫實的 精細的 在看每個地方 通常我們會有一些想法 還可以做到多細 有沒有達到 我們想像中的樣子 在畫的過程 也可以帶有一些實驗性的 技法 或是畫面的處理 增加一些畫面上的 繪畫效果 讓照片 与作品 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感 利用背景 在缩小 外轮廓的范围 与斜度 这边让它模糊一点 对比较小 最后 每个区域 再去看一下 还可以再做什么细节 增加一些层次 让画面更完整 好 那我们就完成 这一只虎斑猫 这下个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